澳洲布里斯本有十几名香港留学生 周三举办反送中活动 却突然被超过200名中国人包围并出手破坏 甚至出手殴打学生 根据苹果日报 事件发生在昆士兰大学 周三的大学市场日 留学生表示活动是让学生在校园设联农墙 让人留言抗议元朗袭击事件 但突然有大约200名中国人现身 多数应该是留学生 只骂他们是汉奸走狗 还破坏现场文宣海报 甚至有人出手攻击 包围并要求他们离开 校警先是出动十多人 分隔两批学生控制场面 双方对峙大约一个小时 最后澳洲警察到场 希望中国学生先散去 但中国学生不肯离开 一直要求香港学生和当地人权组织道歉 根据了解现场当时也有人权组织 抗议中国人权状况 要求释放在新疆被囚禁穆斯林 同样遭到中国人包围 香港民政对于反送中抗争提出五大诉求 包括独立调查 撤回恶法 撤销检控示威者 特首下台 对此中国官媒环球网社评指出 反对派要求无条件放人 目的是用街头政治力量 压制法律权威 宣告街头政治的暴力活动 拥有司法豁免性质 并指出宣扬真民主 法律就要网开一面 根本是挖香港法治强调 社评措辞强硬 指出这是反对派 和崇尚暴力者的美梦 并说港府和警察虽然受到暂时困难 但法治根基依然存在 还表示受到中央支持的香港法治 不会在西方压力下折腰 香港有网民发动 24日到26日攻占 七大英国暴章及五大城市广告箱 因为强声今天正式接任英国首相 希望把中英联合声明放上国际舞台 推动英国在新首相带领下 帮助港人海卫自由 与香港同行作战 联合早报报道 香港网民呼吁发起众筹 以实体广告版形式 占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市街头 到7月26日 并在贴文提到行动目的 在于唤起国际对中英联合声明的关注 并期望英国在新任首相带领下 再次捍卫香港自由 世界拥有锦标赛 最近在韩国举行 中国选手孙杨 23日在200米自由市决赛或递捕 夺下金牌 但他因为禁要问题缠身 遭到拿下同牌的英国选手 史考特抵制 拒绝同台合照 从BBC在脸书发布影片可见 孙杨站在台上领奖时 不但频频挑衅史考特 做出各种手势 也在和其他领奖人握手时 刻意忽略他 颁奖结束后 竟还当面言语挑衅 说对方是输家 大批中国网军随后立刻在网上 声援孙杨 到史考特的推特和IG留言怒骂 就连官媒人民日报 今天也发表评论立体孙杨 说实力是最好的回击 根据苹果日报 史考特拒绝同台领奖 是响应22日400米自由市赛事时 澳洲选手发起的 拒绝与孙杨同台不合作运动 有网友质疑 拒绝要减选手为何还能拿金牌 也有人赞赏 拒绝同台拍照的举动 值得尊敬 史考特接受BBC访问时则回应 如果孙杨不尊重运动 其他选手为什么还要尊重他 并呼吁希望发生更多 巨汉孙杨合影行动 山东维权律师李金星22日收到山东省司法厅通知书 说他在微博发表不当言论 还挑动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行为 因此准备吊销他的律师职业证书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李金星在推特账号上贴出的通知书 并没有详细解释他的不当言论到底为何 但他早前在推特表示 山东省司法厅已在7月19日跟他谈过话 提到他有5条微博涉及不当言论 李金星同时在推特表示 预计自己的律师证将会在两周内被吊销 报道指出早前李金星的律师任先生曾对媒体表示 李金星代理原安邦保险董事长吴小辉的案件 可能是导致他被打压的直接原因 但按照官方手法 从来不会真正说明敏感原因 而是找其他理由打压 北京市地铁部门正在测试人脸识别技术 未来预计可以刷脸乘车 港媒报道 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最近表示 手机应用程序易通行 可在今年底前实现扫描二维码付钱搭发式 与此同时地铁部门正测试脸部识别技术 未来将可以刷脸乘车 中国也有媒体报道 地铁部门已开始测试脸部识别技术 目前正在机场线内部小范围测试 并验证照片库的精准度 一旦能够确保百分之百验证成功 将会在全路网铺开 对于刷脸乘车 不少网民都表示忧虑 担心排队时间更长之余 个人隐私更会不保 更有评论指出 这根本是打着科技化的旗号 无底线的侵犯公民隐私 有消息人士指出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今天将宣布 脸书已同意就不当处理用户隐私的重大指控 达成全面和解 并支付50亿美元 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指出 脸书将同意成立一个隐私委员会 并提出新的高层认证 确保用户隐私得到适当保护 并以此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 此外执行长扎克伯格 每三个月就必须提出证明 证实用户隐私有受到适当保护 自由时报报道 脸书2011年曾签署协议 在和第三方分享用户数据时 必须事先知会FTC 去年脸书爆发剑桥分析丑闻后 FTC便开始调查 脸书是否违反该协议 报道指出脸书在和FTC 达成和解协议后 预期FTC对脸书的调查将告一段落 美国24日公布修改后的 EB5投资移民签证行规 行规则调高了投资金额门槛 涨幅将近一倍 也就是说日后想要透过投资 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 必须准备更多资金 杨广报道美国移民局修改的新规明定 在乡村或高失业地区商业投资最低金额 将由现行50万美元提高到90万美元 其他地区的投资额则由现行的100万美元增到180万 EB5签证是1990年设立 希望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机会 以达到振兴经济目的 不过近年来这项政策饱受争议 自由时报报道像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 酷许的包妹就提议定用这个签证 吸引中国富豪投资家族地产 引发外界抨击 民主党及议员范诗丹当时表示 早就已经呼吁停止这项计划 因为这项计划等于是说美国签证和公民权可以用钱买到 韩国政府23日表示 中国与俄罗斯共有5架军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其中一架俄机更进入韩国宣承领空 自由时报引述韩联社报道 新华台表示 俄罗斯国防部将就昨天事件展开调查 俄方初步认为军机是因为设备失灵 才飞入卫运地空域 并希望韩方提供俄国军机 侵犯韩国领空的时间坐标 韩国24日表示 俄国官员已就军机闯入领空一事 向韩方深表遗憾 俄罗斯却予以否认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驻首尔大使馆表示 莫斯科当局并没有就此事 对韩国政府正式道歉 而且韩方对此事的评论 还有许多不正确之处 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今天表示 朝鲜当局日前已违反进入领土规定为由 扣押一艘俄罗斯渔船 湘海08号 包括船上15名俄罗斯籍 及2名韩国籍船员 中央社报道 这17名船员是在7月17号 被朝鲜边境卫兵扣押 有几个人被拘押在圆山港一家旅馆 其余则被关在船舱内不许上甲板 天天接受审讯 船公司指出 一般国家的领海是12海里 但朝鲜却额外设置50海里的军事保护区 非常担心船上的水和食物即将消耗完毕 目前韩国外交部还没对 两名韩国籍船员遭拘押消息发表评论 另外获准探访船员的俄罗斯官员表示 他们身体状况大致良好 将持续与朝鲜当局保持联系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解决问题 日产汽车今年5月才刚宣布裁减4800人 今天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日产计划在全球再裁员至少5200人 综合苹果日报与自由时报报道 日产之前爆出汽车检测丑闻 加上前会长高恩去年被捕并被解职 导致该公司与联盟合作伙伴雷诺的关系逐渐紧张 2018年日产盈利降到10年最低 为重振业绩 日产决定调整生产体制 缩减固定费用提升获利 并计划透过自愿提早离职等方式 在全球大规模裁员 预估裁员规模将超过1万人 报道指出 截至去年3月 日产有13.9万名员工 在全球有33座工厂 日产全年汽车产能大约600万辆 但2018年销量远低于这个水准 只卖出550万 如果以全球汽车业来看 福特 福斯 本田 特斯拉通用 都已经宣布裁员 汽车业寒冬可能即将来临 周杰伦在今年第29周的 微博明星超话榜上排名 7月21日正式超越目前中国最夯流量偶像蔡徐坤 以一亿影响力要局榜首 瞬间引爆舆论 到底如何打榜 帮明星做数据 再度引发话题 这场刷榜大战也意外引发 80后 90后 与00后粉丝的世代之争 综合媒体报道 上周中国知名网站 豆瓣的自由吃瓜基地小组 有网友询问 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 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这么难买 网友质疑 周杰伦超话排名都上不了 转发评论没破万 好奇他是否真的这么受欢迎 这名00后网友的发言 立刻引发热议 网报报导 舆论一致认为 那些年少时代把周董视为偶像的人 现在大多步入中年 或处于中年边缘 没有利用微博 关注偶像 为他打榜的时间 但这篇文章却意外激起 周董铁粉的激情 粉丝后援会模式重新启动 努力为周杰伦制造各种微博数据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